好 來看一下這個中職系爆雷之後 讓人想到說中國的這個資本體系 分為九大派系 九大派系裡面居然有三大掌門人 此音非常的充滿了傳說 好恐怖 毛骨悚然喔 在江湖中的九大門派 當上掌門人 通常就沒命 那以這一次因為爆雷的中職系來講 實際上他在各大派系裡面 我們講蕭建華的明天系 上海復興的復興系 紫光系 海航系 這幾個大家比較知名的 再加上中職系 其實九大門派各有他的掌門人 那當然這個謝子坤其實 在2021年的時候就走了 等一下我會再講這後面詭異的地方 但是我們再講這個謝子 再講到這個中職派 中職集團 到謝子坤發跡的一個過程 其實也確實是匪夷所思喔 他在34歲的時候創業 做什麼就做印刷廠啊 然後木材啊 很多人說他其實是去盜領 盜採那個木材 然後印刷所以他沒有什麼成本 然後木材的暴利 那在這當中當然除了 收購一些印刷廠啊 木材廠之外 其實他也據說也收購了非常多的不良資產 國有的不良資產當時都是見價出售 然後全部收購以後再想辦法發展 這背後當中 為什麼他被稱為資本大 其實他一直很低調 他其實也介入非常多上市公司的持股 但是他從來不當大股東 他是萬年二股東 這背後還有一個人非常重要 謝執昆他的哥哥謝執春 他是中央會金的總經理 所以很多人說他就講到謝執昆的時候會講 中央會金就會這個會金系 裡面另外一個長班人就他哥啊 所以一直認為一個組內 一個在體制內 一個在體制外兩個戲手 但是他自己是否認 他一直說沒有沒有 我跟我哥只有兄弟關係 我們一直沒有密切的合作 但是外面的人是不相信 但是2019年的時候他開始被調查 2019年開始被調查 包含我看到被調查的幾個對象 包含明天系也一直被調查 這中間開始爆雷了嘛 像龍創看恒大 這些其實都是他的兄弟 但是詭異的事情是 像我自己也喜歡去做瑜伽 在這當中 最讓人無法理解的事情是 他做瑜伽我可以接受 可是為什麼你要把門鎖起來 然後教練是不能進去 坦白講 一般人如果你的骨頭身段 沒有那麼軟的時候 其實你做瑜伽確實需要 教練或老師的協助 有些動作 比如說拜日誓啊 什麼這些 你看我真的有去上 這個時候你就會發現 你需要有人協助 可是問題是他一個人 而且瑜伽搞繩子幹什麼 我都不理解啊 他搞了一個繩子以後 結果就這樣出事情了 然後重點是門鎖起來 然後大家進不去啊 然後急救 很難解釋 那我剛才在講說 各個派系 像之前大家還記不記得 這個海航系 我們講這個海航系 為什麼我要突然 從中職系 大家去回想 過去海航系 我們剛才也有提到 他是也非常重要的一個派系 而當時王健也身兼海航系 非常多的這個董事長 更簡單的來講 他其實就是掌門人 可是呢 身為一個掌門人 他身邊有沒有保鏢 有 有沒有幫他為安的人員 有 結果他到了法國去玩 普羅旺斯的一個小鎮的那種古城堡 我特別強調他有保鏢 因為他到這個城堡 那很多的古城他有城牆嘛 那你知道 那個法國這種古城 他就大磚塊疊疊疊疊疊疊 有些曾經也有遊客經過 磚塊掉下來打到人 這種現象都有 那你說我要幫家人拍照 我要拍風景還是什麼 你可以叫保鏢上去拍啊 你幹嘛自己爬上去 十幾米高 難道保鏢協助他讓他上去 這個中間我覺得有太多 不合理的地方 你說這麼高的地方 然後你爬這麼高 你也知道那個城堡危險 他都大老闆了 大老闆 保鏢都沒有阻止你 都沒有 這中間我覺得 而且時間點很敏感 就是出事的那個時候嘛 好 再來我再講這一 他就拍照最掉下去了 就是前面就開始海航戲 不是陸陸續續 2018年的時候 沒有我說他死的原因 就是說拍照然後跌下去 而且更詭異的是什麼 對更詭異的是什麼 他跌下來嘛 那送醫院 他說我腳很痛 嗯 還有把他活著送到醫院去 對 然後急救 就不行了 那他最後 他講一句話說我腳很痛 我不理解 摔下去這麼嚴重 其實應該很多地方 都會很不舒服 嗯 所以我覺得中間有很多不合理 那所以網路上的 就開始謠傳 怎麼樣 被被被被被自殺 什麼之類的 那 東西資料通通被下架 這位據說是炸死 因為先鋒系當時出事 2018年就是那個網信辦 就那個P2P跟那個網信公司 他做的P2P 然後先鋒集團的缺口 那時候暴增到100億人民幣 結果呢 就被據傳說在英國 因為喝酒猝死這樣 這個很奇怪 為什麼我講很奇怪 因為其實我對他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因為他在香港待了一段時間 他基本上是有哮喘的 有哮喘的人 他笨到他不知道他不能喝酒 而且我特別去查證 哮喘確實不能喝酒 一點點都會引發哮喘的症狀 有哮喘的人 不可能不知道這件事情 然後呢 就說他酒精中毒 長期成癮 你不覺得這很詭異嗎 然後呢 他的很多的員工說 他的工作是非常忙碌 而且他是很投入工作的人 早上6點到晚上12點 有什麼時間可以讓你酗酒 又要會見這麼多的高官 然後另外一個員工 另外一邊又說 他長期酗酒 不知道這在講什麼 所以我高度懷疑 他應該是詐死 這個新聞有 詐死的新聞沒有被拿掉 被 只要是被的 就是被動的被 新聞我查幾乎都被拿掉 但是詐死 當然你要去討論啊 這個人搞不好還在啊 而且很詭異 所以基本上 所以他因為有太大的債務問題 100億 那你知道有一句話 很好玩 不能講很好玩 就是說 新聞在講 張正興走的 這個訊息傳出來的時候 利益雙方都鬆一口氣 哦